好小孩 我觉得每一个好小孩都会有自己的天使守护着 奶奶是一个天使 粉丝是一个天使 我觉得每一个看你演戏 看到你变化的人 然后给你机会的 然后愿意帮你的 爱你的人 都是你的天使 我觉得有这么多天使 涛涛的19岁也好 22岁也好 应该是一个越来越好的过程 越来越幸福的过程 对吧涛涛 是 好来猜猜猜猜猜 没关系背着猜 其实我有时候真的很不理解 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觉得 每一个人都可以努力过自己的生活 如果你有那些时间在网上黑我 或者是做那些骂我家人的那些话的时候 可以完全让你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我没有杀人放火 我没有触碰法律 我只是在过着我的生活 努力地做着我的工作 这就是一份工作 我从来没把我自己当过是一个明星 我不觉得我是一个明星 年轻人事实 它只是一个工作 我觉得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错 我从小到那儿 我就坚持一个原则 我就是不会去触碰法律 你年轻的时候你想干什么就去干 为什么要忍着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为什么 人生能活多久了 一眨眼真的就死了 你现在 你不用笑 这是一句很现实的问题 你现在每天晚上你睡觉之前 你想一下 当你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 你再相信今天过的生活 你期间经历了什么东西 你自己做了什么东西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再回想你 是从你懂事的那天开始 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自己 想要做为自己开心的事情了 如果没有 你就那样死了 很没有意义 这就是人生 一眨眼就没有 所以人活着没有什么 就活得开心快乐就靠了 为什么要在乎那么多东西 为什么人要变成这个样 我不理解 我真的不理解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是在为了工作 而去赚钱 又有多少人是因为钱在工作 你们有多少人跟我说过 音乐不赚钱 音乐没有市场 所以没有人在认真做音乐 都是因为钱 现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发达 人类变得越来越懒惰 以前自己出去买饭 自己走着上学校 现在呢 一个电话车就过来 一个电话饭也到 所以导致现在社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没有批判这个社会 我只是说我对社会的看法 就是这样 艺人也是人 我也是人 你们可以说 就是因为我是皇子